股庙致富可以不凭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股市战将 华星投顾林和彦总顾问主长 101年金管投顾新字帝026号 欢迎收听news9898新闻台 持续锁定的是我们的股市战将 我是桂花 赶快来邀请主讲分析师 华星投顾的林和彦总顾问 和彦老师您好 桂花午安 大家好我是林和彦 哇这个昨天晚上美股持续收红 台北股市今天是开高 最终上涨了130点 指数来到了20653 成交量是4062亿 请教一下和彦老师 怎么观察一下今天的大盘 美国连涨三天 我们也连涨三天 你看上个礼拜四 跌174点之后 礼拜五涨92点 昨天涨192 那今天又涨130点 三天下来台北股市 430点 哇 所以上个礼拜四 跌174点 如果加6Q 咱要买对了 你如果买错 你买那种涨很高的股票 那就算大盘涨也没用 对 你看今天 大盘涨130点 今天最弱在哪里 今天最弱是银建股 前几天银建股最强嘛 对 大家都希望 大家都在说 要都根要都根 银建股炒得很高 那今天银建股全部大跌啊 今天银建股的部分 银建股大跌9.5% 银建股大跌7.8% 太子跌5% 那其他 黄昌大跌7.4% 根基大跌8.5% 那其他跌幅大概都在5%左右 那去那管啊 银建股大跌7.5% 每天都跟大家讲 涨高就不要理他了 涨高就放弃了 我们再来找低谱的股票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你才有赚大钱的机会 你如果一直在追 热门股强势股 你很容易追到天花板啊 赚也赚不多 赔起来就好夸张啊 不然来找林沛燕 是 我们到底来做 全力抢攻520 我带你买底部的股票 只要一个便当而已啊 对 资讯费都不是重点 能够掌握住节奏 能够从底部买进 30% 50% 持续累积获利 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 昨天美国股市 又涨176点 美国也连起三天 美国在上个礼拜是 联总会会议开完之后 确定 美国不会再升息 整个美国股市连飙三天 昨天 道琼涨176点 纳达克涨1.2% 贝城报告题涨了2.2% 所以昨天美国最强的焦点 一样又是回到AI个股身上 安谋涨5% 美超为涨6% AMD涨3.4% 灰达涨3.7% 美光涨4.7% 所以带动间台北股市市场资金重回电子股 电子股占成交比重 占了61% 那昨天其实有另外一组股票也不错 大家不让我们注意到 哪一组 昨天航运股 昨天美国的航空股 涨幅4.5% 你看昨天 西南航空涨4.8% 联合航空涨4.4% 美国航空涨5.7% 达美航空涨2.6% 因为最近国际油价跌蛮多的 从每桶87美元 昨天剩下78美元 87到78 6.9块钱多少 9块钱这15%去 油价跌掉15% 对于航空股的营运成本 就有很大的贡献 我跟大家讲过 航空公司营运上 最大的成本支出在哪里 就在油料 油料支出 占营运成本的 28%到32% 所以油价从87美元 跌到78美元 短短两个礼拜时间 跌幅高达15% 会让航空公司的营运 成本降低很多 所以昨天美国航空股大涨 4%到5% 贾经贼 很整齐 应该 你知道达美航空 达美航空原本涨幅60% 昨天又创新高 来到53美元 最近达美航空从30美元 飙到53美元 涨幅已经73%了 原本60% 现在已经73%了 我们的航空股 要加油 我们航空股要加油 对 常常航空 林尔宴是全市场第一个 提醒大家的 在美国航空股一直在飙涨的时候 我就提醒你了 美国航空股的飙 要注意 当时常常航空还在31 32 31 32 一辆车停在那边等你上车 你看后来 34块钱一突破之后 一路飙到38块 是 真快 31飙到38 20% 但跟美国航空股 涨幅60%到70% 比较起来 小屋见大屋 可是后面 还有 今天长龙航跌了五毛钱 美国航空股大涨 今天长龙航跌了五毛钱 跌就跌嘛 航情本来就是涨涨跌跌 会去的路 大方向 才是重点 因为现在 指数在两万零六百点 大家在操作上 都很不大 赚了就想跑 赚了就想跑 你做到哪里 怎么会贪大钱 你说偶尔一两档 跑个短线三五天 也没关系 我们单股做做发 也有做三天五天的行情 可是你不能每支股票都跑 都两三天行情 这样就赚不了大钱了 对不对 长短搭配 一两档强短线没关系 有些底部的股票 你要有跟他做波段 30% 50%的气魄嘛 你没有那个keypad 你怎么可能贪大钱 永远都要赚买菜钱 都要买菜钱而已 你看长龙航空 31 32 其实我们成本更低 我们还有28块钱了 我们28块29块半的 到现在也是都没卖在的 好了 2829那个更低那就不要讲了 哪怕是最近这两礼拜 31块钱买进的 也20几%在的啊 我到现在一样还是不卖啊 因为接下来 两岸旅游如果正式开通 长龙航空绝对不是这个价格 是 长龙航空今年一国探四块钱 本比才九倍而已 公司派也讲了 今年营运会比去年更好 因为高票价不会变 上个月长龙航空又交机 两架货机 两架货机加入营运 整个营运获利上 一定贡献度会更大嘛 对不对 你看现在台北股市 本比30倍40倍的一大堆 常常说本比才九倍而已 你在惊什么啊 四五十倍的股票你都敢买了 本比九倍你抱不住 这样向球你知道吗 低成本的你要敢抱 你才能够一次赚很多钱 那高成本的 顶多打打短线嘛 很多人操作上都顿豆瓣 本比四五十倍的 哇买了舍不得卖 然后到时候一套赔好多 然后低本一比的 买了抱不住 稍微一转就想跑 那你现在调整一下 不是很好的 高本一比的打短线 打带跑坦的又照 低本一比的底部股 短线做差价 长线赚大钱 这样做起来就很顺手嘛 是不是 常常航空 从四月二十二到昨天 外资总共买了快三十万张了 哇 人家已经买了三十万张了 常常航空去那里 你手中有的来找林德宴 来采花 我们到底哪里做 一扛一个便当而已 不要舍不得花小钱 然后殷小失大 大钱贪不 这样还要高兴 行情跌都是好事 行情有跌 不管大盘跌或个股跌 你要敢买才可以 今天涨一百三十点 你知道今天上市的部分 三百二十二家涨 五百七十五家跌 怎么办呢 对 奇怪哦 是 那一百三十点 结果跌了加速 占了六成多快七成 昨天涨一百九十二点 昨天是六成的股票涨 因为昨天全资股动不了嘛 动起来好辛苦 很活泼 今天怎么办 今天光是台积电 涨了十四块钱 台积电十四块 占基数就一百十四点 嗯 对 那教肩只输一百三十点 几乎九成都被台积电占走了 对 所以今天很多中小型股 都呈现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好不好 嗯 好啊 压低你要敢减嘛 你不要强势股 然后压低的股票你不敢买 那都不好啊 对 你看上市 两个礼拜前 以色列宫 伊拉克 飞弹打伊拉克 没有飞弹啊 无人机啊 是 当天跌一千点 嗯 当时你敢下去买 到现在 一千四百点啊 因为当时大盘最低 一万九千两百点嘛 那今天两万零 六百五十三点 是不是一千四百点啊 嗯 当时林雷彦叫你赶快下去买 你如果家老婆的 尤其要买丢啦 买底部的股票 十几万贪大钱啊 对不对 每人都 十几万贪大钱啊 你看当时我们买的股票 啊 不管 长龙行 这个刚才讲过就不重复 台光店 我们三百六买的 最低三百五 昨天台光店 四百三十四 啊 四百三十四块 这样一张就多少了 哇 是 一张就七万四了 对 十张就七十四万了 嗯 今天台光店跌 跌六块 跌就跌啊 林雷彦不会报仇不报忧 我也知道没没啊 台光店 四月营收又创历史新高 五十亿 比去年的四月份 大幅成长八十个percent 今年四个月 他有三个月 是创历史新高 二月份就没办法 对不对 二月份有年假 没可能创新高嘛 目前上市贵 营收成长幅度 成长性第一名的公司 四个有三个创新高 那股价从 五百五跌到三百五 你还不减 嗯 外星会轻 对 获利又创新高 你看他第一季 EPS五块七 比去年第一季 成长三倍啊 获利成长三倍 股价五百五跌到三百五 我们就是要 扣这种股票啊 探大钱 股价扣得八千千 甘休你又扣 甘休你又探大钱 你看我们三百六买的 有探很多吗 嗯 还没意有啦 还好啦 是 现在好久 地方贴 现在外资已经喊到六百零五了 哇 但六百零五 当时也来 外资喊的目标 往往要来就是很久很久以后的时间 那没关系啊 我们一半来做差价嘛 该卖的时候 我们一样 来会跟大家做差价嘛 对不对 所以你跟着林田圆这样做 我扣贪大钱的股票 半千的时候带你落费 一支一支都好奇了 你看硕天 国内最赚钱的 电源供应公司 不断电系统 锅电系统 最贪金的公司 去年一股赚十六块钱 我们在它跌身的时候 两百一十六开始买 第一趟两百一十六买 两百五十块钱卖出 这样十点有三万十啊 两个礼拜前 趁大盘跌一千点的时候 我们两百二十五又买回 两百二十五买回 两百七十块钱又卖出 嗯 所以我们有代劲代出 有 那光是这样两趟下来 就赚了快八十万啊 买个十张也不过才两百二十万 两百二十万赚八十万 这样好谈不 嗯 很好 很棒啊 是 很棒啊 对 一天一个便当的盒子 嗯 绝对划算啊 上个礼拜市跌一百七十四点 大家又走到要死 我们一开盘就开始买股票了 上礼拜市跌一百七十四点 我们一开盘 买星光金 八块半 星光金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了 美股净值十五块半 股价跌到剩八块一八块二 都还没得到 它还能够再跌到哪里去 买了了不起没涨而已嘛 对 了不起没涨而已啊 可是一旦涨起来 就很可观了 嗯 你看昨天 星光金 九点一五 八点二八点三买的 涨到九点一五 十八呢 这样一个多礼拜时间 十八呢 十八剩什么 嗯 十八也没什么啊 对不对 它目前离净值还有差了一半啊 净值十五块半 不是我在买 连外资都在买啊 外资昨天 买星光金 买了两万两千张 上市会的 买套张数 第一名 就是星光金啊 所以不是林何彦在买 我只是买的动作比外资早 每次都是我买完之后 外资才跟着下去买 那外资帮我们抬轿 没有什么不好的啊 对 是 林何彦的反应 林何彦的敏锐度 比外资高嘛 所以特别人都在买 买完之后 外资帮我们抬轿 那我们坐在轿子上面 很开心啊 是不是 你看上礼拜是跌174点的时候 我们有通知会员买技嘉 对 当时技嘉在280几块钱 今天技嘉多少 今天技嘉大涨20块 哇 312 是 从285 涨到312 那几块 27块呢 是 上礼拜是到今天 4天而已 技嘉 27块 一张2万7 10张又够27万啊 所以股票会做不会做差很多 真的 那当然啦 不需要那么多 嗯好 有限资源 集中在最好的一档两档 融赚单股二 全力锁定一档 最具爆发力 去年获利创新高 第一季营收成长一倍 股价六个月底部即将完成 这两天有苦乱 苦乱是好输啊 蹲下来 让你有上车捡便宜货的机会 有兴趣的 跟上面有脚步 好的 谢谢老师 买点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只有在底部买进做波段 你才能够大获全胜 想要复制台光电 硕天 长荣行 还有自新的成功模式 赶快把握机会 利用我们全力冲刺520的计划 跟着横眼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这一档 融赚单股二 赶快把握机会来跟上 进一部内容 可以利用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听众朋友 指数在高档剧烈震荡 选对股票跟对老师是非常关键的 想要领先卡位在底部 反败为胜 赶快把握机会 利用我们全力冲刺520 单股重压的计划 跟着横眼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融赚单股二 我们目标设定30% 来电报名电话是02-239-23988 02-239-23988 手上的股票不对 一定要换股来操作哦 02-239-23988 02-239-23988 此时回到节目当中 邀请陪伴大家的是 华信投顾的林和彦老师 个股轮动轮涨 选对股票跟对老师 才是最关键的哦 接下来还有哪些个股 可以加以留意 请教一下老师 好的 今天涨130点 行情要涨 点斗半 昨天涨192点 全资股落势 中小型股强势 七真的股票涨 那今天大盘涨130点 中小型股落势 台基电独强 那都是行情好 但是涨的加速越多越好 涨的加速越多 我们赚钱机会就越多 上间大概七成的股票跌 只有三成的股票涨而已 尤其涨高的股票 今天跌的都很深 那有些底部股票有蹲下来 你要趁机赶快下去买 你要趁机赶快下去买 林和彦最喜欢 当行情跌的时候 个股跌的时候 带会员进场 你看上礼拜四 你不管是买新光金 也大涨 买技嘉也大涨 买台达电也大涨 台达电上礼拜四 趁跌的时候 一开盘 我们305买进 305买 紧接着礼拜五 就直接开到333 今天台达电还是涨了四块钱 326 有比前两天的价格稍微掉下来一些 没差啦 我们一档台达电已经专班了 之前380 跌到274的时候 林和彦就一直跟搭谈 拨很轻败 AI国票 唯一档还没涨的 对 很多人都有跟啊 我们280买 350买第一次 280买 350买 一张7万 10张就70万了啊 350买完之后拉回来 第二次 再买进295 295拉上来 320又卖出 有个 2万5 10张25万 320卖出之后 上礼拜是又跌下来 305 再买进 这几天 昨天又到334 光是一档台达电 来回三招 你买10张跟我做就好 买10张 300万 赚120万 300万 看你120万 所以好公司 长期看好的公司 你也不用换来换去嘛 来来回回做 来来回回走 长期下来 大破断你也赚到了 小破断差价 增加你的报酬率 技嘉今天大涨6% 技嘉要注意哦 第一季营收 也是大爆发的股票 396 跌到280几 目前才刚回300块钱而已 技嘉 几块银就可以了 联发科 这次业绩也很好 第一季财报 19块半 比去年成长80% 这次股价从1200块跌回到1000块钱 联发科 几个股票就可以了 但那么多 会探紧的股票 最好的一支两支就好 融赚单股二 去年获利创历史新高 第一季成长一倍 底部即将完成 这两天爬来 都是最好的 缺少的机会 礼拜五发布第一季财报 会有好数据 我们要在利多发布前 逢低赶快买 好 所以有兴趣的 现在是最好的机会点 融赚单股二 资金集中火力 跟着林雷燕一起来操作 把他进来 好的 谢谢老师的重点观察 以及分析 会长的股票 只要有一到两档就够了 认同老师的操作 赶快把握机会 利用我们全力冲刺520 单股重压的计划 跟着横眼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这一档 融赚单股二 进一步内容 可以利用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时间的关系 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华星投顾的林雷燕老师 好 祝大家操作顺利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和雷老师坚持 只买底部机优 旗涨股 一定会待进待出 现阶段一定要跟对老师 买对股票 想要反败为胜 赶快把握机会 利用我们全力冲刺520 单股重压的计划 跟着和雷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这一档 去年获利创历史新高 本一笔才9倍的龙赚单股2 我们目标设定30% 赶快把握机会来加入 来电报名的电话是02 239 23988 02 239 23988 手上的股票不对 一定要换股来操作哦 赶快把握机会来加入 02 239 23988 02 239 23988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来就待 未来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